大家好 今天介绍Wall Oak Offshore Music Edition 今年是Wall Oak的50周年 Wall Oak Offshore 今年也有不少新标推出 其实这个 Music Edition 用了很多音乐元素 融入标盘的设计 像标盘上的彩色格制 它的创作灵感 是源自录音室的Equalizer 的音柱 有不同颜色点在标盘上 另外这边的标盘护肩 它的设计灵感 取材于混音器的推杆 旁边标颗和标带的接拨位 其实都很像一个音响插头 爱比玩彩虹元素 其实已经玩得出神入化 譬如去年Wall Oak Concept Flying to Beyond 它们已经将七色宝石 双上标圈和标盘上的踏桥上 今年它们新的Wall Oak Keroline Boucher 特别版 亦用了镜面的技术 呈现幻彩效果 今次的爱比 用另一种方法 呈现Rainbow的效果 它将自己经典的格线 用不同颜色点上每个格线 另外如果是保石款式 它们每个格线 就不是用颜料涂上去 它们会改用保石箱的方法 上年爱比推出Wall Oak Offshore 43mm Chronograph 其实它们已经用了快插标带的装置 今次的Musex Edition 都用同一种快插标带的模式 很方便 最重要是它的标扣 都可以换到新的标带 我现在可以示范给大家看看 今次的新款 有33mm和43mm 两个不同的尺寸 而标杆的材料 有钛金属 有陶瓷 还有白金 如果是白金标杆的话 它们会配合七色保石的标圈 正如刚才所说 它的保石都会双在标盘的经典格纹上 其实爱比 为何今次推出Music Edition 因为本身的品牌 它们和音乐的渊源非常厚 好像很久之前 其实品牌已经和JC 推出了合作的联成标 而今年开始 它们更加邀请到Mark Watson 做他们的代言人 2019年开始 爱比更加成为了 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主要赞助商 我手上的这款陶瓷标 其实它限量250只 另外如果是钛金属款式 无论37mm还是43mm 它们也限量500只 另外一款白金标杆 虽然它不是限量版 但相信它们的产量也非常密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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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